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贝利因出现全身肿胀 进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院接受治疗 12月3日 巴西多家媒体报道称 贝利已经停止化疗 正在接受能够减轻患者痛苦的姑息治疗 12月21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院最后一次发布关于贝利病情的公告 称其肿瘤出现恶化迹象 需要接受更为细致的护理 贝利本名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 1940年10月23日出生于巴西特雷斯科拉索斯 于1951年开始在巴鲁竞技青年队接受正规足球训练 1956年 贝利在巴西桑托斯足球俱乐部开始职业生涯 并于1957年入选巴西国家足球队 贝利曾代表巴西夺得1958年 1962年1970年三届世界杯足球赛冠军 是世界上唯一三次夺取世界杯冠军的足球运动员 获得了球网的称号 1977年 贝利宣布正式退役 此后 他被国际奥委会 国际足联等授予多项荣誉 并被列入时代周刊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